鸡在我们的生活中特别的常见 有很多人喜欢鸡这种东西 不管是小鸡还是大鸡 它们都有着一个共同点 就是它们都有一双相滑爽嫩 肉质细腻的鸡叶根 但你们有没有想过 那双翅膀长在方这里的鸡身上 究竟会发生什么呢 这是长在小鸡身上的翅膀 这又是长在大鸡身上的翅膀 很明显这双翅膀长在大鸡的身上 已经有了自己的想法 鸡是世界上最大的鸟类 人们参测它们是由恐龙计划而来 焊鸟是一种中型肉质性生物 生活在十分危险的红树林 焊鸟是红树林最令萌新恐惧的生物 之一 也是那焊鸟成群结队 像极了那爱情无打偏离的一群人 拼尸刀 再加上它们的奔跑速度极快 相信95%的玩家都曾被骇鸟击杀过 它们平常走路这是有点奇怪 我怀疑它们是不是每天过着857的生活 想要驯服一只焊鸟也比较简单 它可以被流行锤捆住 也可以用困冷房困 现在举起枪拿起棍 打云之前不要停顿 脑烟也能点起来 放进困冷房直接安排 焊鸟的眷晕掉的比较快 也提前好准备各的麻醉物品 打云的焊鸟掐这些东西 焊鸟的安 三十三级接手执着 按钮的左键 普通攻击 用嘴轴 伤害嘛 是真的低 不光是伤害低 除了食物比较高 其它指标都非常的低 虽说它的指标和薰猛龙也差不多 但是 别龙有群体霸复争议啊 按钮除了攻击 就只剩下一个功能 就是 滑翔 按钮在双脚离地时 长按空格 即可煽动那娇小的翅膀进行滑翔 然后我们就能感受了驾驭者大鸟 飞翔在天堂的感觉 这就是男人类快乐 亥鸟滑翔过程不像话奈礼 但是它并不能像石柱鸟一样 一直匀速滑翔 亥鸟的滑翔会随着时间推移 滑翔下坠速度也会变快 导致最后落地会摔掉血 亥鸟的滑翔不只是用来快乐 我们也可以利用滑翔在空中侦查情况 也可以配合骑士在空中击杀猎物 如果你想真正的快乐一下 那不妨就给它全家一速 然后起飞 继续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